你关注的up主博主斗主还不更新吗 除了催根拉黑记刀片 你手足无措码 在这里给你推荐一本 让所有作者都文风丧胆的小说 头号疏迷 保罗是一个畅销作家 他笔下以米泽利为主角的系列小说 深受广大妇女朋友们的喜爱 但他却厌倦了这种讨好读者的作品 脏 没错 是时候创造真正的艺术 他写出了一本让自己非常满意的新小说 然后就出车祸了 哦吼 幸运的是他没死 还被一个护士大妈捡到了 不幸的是 一 这个大妈是米泽利系列的狂热粉丝 二 这个作者刚好调皮的把米泽利给写死了 三 这个大妈有精神力 是的 以照顾之名 大妈囚禁了保罗 两个人轮番上演了书迷维权和极限求生 任谁看了都得说一句 精彩 这本书是恐怖小说大师史蒂芬金的作品 越读越让人忍不住的带入保罗的视角 紧张 害怕 又无助 看了这本书之后 如果你有喜欢的作者 不妨问他一句 请问 你听过头号书迷吗 反正我看了 观众朋友们 请听题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好不言人的情人 反而是个麻烦呢 故事要从阿森行刑前的第150天说起 和老婆大吵了一架的阿森 去酒吧借酒消愁 邂逅了一个神秘女子 他邀请他做一夜情人 约定不问姓名 不问来处 也不够往死啊 是谈风路约 女子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两人一同喝酒 一同进餐 一同去剧院看演出 最后再回到项佑的酒吧 喝酒到了 我不得不成 要不是回到家 有警察和他死在那儿的老婆在等他 这一切还真挺好 是的 没错 刚吵完家的老婆死了 阿森喜提最大嫌疑 而那个唯一能给他提供 不在场证明的女人 彻底的 当晚酒保司机服务员都说没看到过这个人 而这个决定阿森生死的女人 变成了一日不患 以上就是美国悬疑小说家 康奈尔·沃里奇代表作《幻影女子》的开场 全书与阿森行刑的倒计时为标题 不断接近了死期 怎么也找不到的关键点 让悬疑感和紧张感一步步地放到最后 预读体验满城 在一个大雾笼罩的夜晚 陆施拉尔夫误打误撞地闯进了一条小巷 结果却亲眼目睹了一起谋杀案 那是一对正在争吵的男女 女人拿起刀向男人捅了过去 就在这时 巷子突然变得一片黑暗 等到再能看清楚的时候 拉尔夫发现 倒在地上的却是那个女人 他吓得赶紧逃走 但等他回过神来想要再回去的时候 却怎么样也找不到那条小巷了 最诡异的是 他当时看见的那一幕 正是19年前发生的真实案件 而他也并不是唯一一个 能见到这条穿越时空的小巷的人 这个故事出自法国作家 保罗霍尔特的幻影小巷 保罗霍尔特被誉为 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的最后的捍卫者 作品风格古典而神秘 将不可能犯罪这一题材的魅力 写到了极致 而最近 他包含这本幻影小巷在内的五本经典作品 终于在国内出版了 不仅如此 除书之外还搭配了一系列有趣的周边 比如薯片包装的密室气味的笔记本 在线书中犯罪现场的夜光徽章 还有做着亲自手绘的插画拼图 这些加在一块 就构成了眼前这个大礼包 不仅能让你的阅读体验更加的丰富 而且值得收藏 而且值得收藏